放眼望去各式各樣的茶葉 評審細細品嘗 南投古香農會高級凍頂烏龍茶 冬茶競賽進入評比 今年有4000多件品項參賽 日記12號放榜24號展售 翅年特等獎20萬 大家關注今年茶王落誰家 今年因為雨水和以及颱風的關係 所以產量整體在南投這邊 茶區是產量是下王蠻多的 南投茶農日估 今年的茶葉產量減少10% 茶葉產量少 市場供應機制下 價格也可能隨之調漲一到兩成 主要是它的茶芽在分化的時候 可能因為氣候的關係比較缺水 所以在茶芽分化的部分 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大概會減少大概兩成左右 不過因為它有噴灌設施 的部分可以有一些幫助 然後就可以做一些改善 台灣茶聞名的 還有台中的梨山茶 海拔高價格也高 今年冬茶與往年相當 變化不大 另外現泡阿里山茶 吸引不少民眾前來品嘗 相較於去年冬茶 今年成本漲了一成左右 因為量少 採收成本比較高 需要補貼勞力支出 但是銷售減少 面對漲幅業者只能自行吸收 遊客變少了 現在家裡也沒有在群聚啦 對就會比較少泡茶 當然不敢漲價 阿里山茶農表示 受疫情影響 遊客明顯減少 親友泡茶聊天的聚會也變少 但又擔心茶葉賣不出去 遲遲不敢漲價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18位玩八方鎖定八大民生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